大家好,我是大飛小編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飛小編 台服今天如期的在早上7點就完成開機 那麼這個禮拜的更新有什麼重點呢?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是熟練度的轉換 如果你有轉換職業的話 它會根據你的轉職時間 然後在對應的重置時間裡面 去把你的熟練度變成這種修煉之初 還給你用信項的方式 所以你在轉職的時候 你去注意一下你的轉職時間 好,然後 而且要注意是當中沒有移民 如果你轉職之後再加上移民的話 它這個時間就會不一樣了 反正呢 最後它會在6月2號的23點59分之前 透過信箱 去發放這個修煉之初的碎片給你 那這個碎片 你就可以拿去製作你的熟練度的道具 看你要做成什麼都可以 所以這個大家去留意一下 然後再來是這個防禦勇士的特殊守護補給 這個不是禮包 它是在每天的10點14點跟19點的時候 去發放一些道具給你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它從19號一直發放到25號 那獎勵呢 10點14點都是這個娃娃或者是變身的抽卡 那在19點的時候 會給你變身幣 娃娃幣或者是 陰海薩的祝福 這個每天就不一定的 好那在接下來呢 就是 遊戲的文字的這個調整 這個 大家就基本上自己參照一下就好了 然後調整的部分呢 包括這個道具的名稱 還有這個怪物的名稱 以及一些部分的這個道具 它的標點符號 這個有做一些調整 或者是這個移除空白這樣 這個基本上對玩家是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如果你是用小幫手的話呢 這可能要留意一下啦 好再來呢就是這個限時製作 那如果是以經典服的話呢 這一次禮包 它第四周製作的是龍之手環跟惡魔手環 那一般服的話呢 也是一樣喔 都是製作這個龍之手環跟惡魔手環 這個如果有需要的話 大家去看一下就好了 再來最後一個呢 是閃亮的這個補給箱 這一次賣的呢 有包括這個 潘朵拉的收藏碎片 如果你是890 300的話 這個就是有啦 890裡面呢 它會給你60顆龍之鑽石 一顆潘朵拉的收藏品碎片 以及兩個兼甲的交換增數 當然還是有這個藍鑽1200個 好那這個東西呢 每個帳號限制購買次數 就是4次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買的話呢 這個不妨參考一下 好了 那麼以上呢就是這個禮拜的更新 算是小小的更新啦 那基本上沒有太多太多的這個 值得注意的地方 所以這個禮拜大家就輕鬆玩吧 我們看看下禮拜 會不會再推出什麼樣的這個大更新給大家 那這影片呢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小便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Fchoice Fchoi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